从1982年开始,夏制音乐日成为了法国国内一个面向各种音乐形式的全民的大型节日 如今,音乐节被法国以外的国家、城市所接受 全球110多个国家、340多个城市也开始庆祝这一节日了 而从今天开始,法国夏制音乐节也在深层热闹开场 所有演出均向公众免费开放 下午,位于多伦路的文化街各种音乐表演正火热进行 感觉非常好,特别当中一个口感 气氛特别好,然后尤其接受这种外来文化的时候 同时有这种音乐的训练是每一个爱音乐或者爱生活的人 是一种很好的生活享受 这里只是今年法国夏制音乐节位于上海的一个分会场 为了迎接中法建交50周年 法国驻中国领事馆今天起在上海40多处地标及商业中心 举办各种音乐活动 所有表演都向公众免费开放 像今天多伦路 还有就是像新天地啊 四南公馆、老码头 这些地方都是户外的 很多观众不习惯去听音乐 进一个音乐厅 但是今天音乐是到他们 就是到马路上来 就是想吸引更多的人 夏制音乐日概念起源于1982年的巴黎 是法国家喻户晓的传统文化节日 1985年走向世界 至今传遍五大洲一百多个国家 2010年进入上海 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三届 东方卫视记者 冷尾上海报道